看美国联准会第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 虽然带动了台股大涨 不过后续的可能效应 确实会造成通货膨胀 由于国际的邮金价格飙涨 无法控制 大家都很关心说 接下来12月份 第二步的电价到底会不会涨呢 先生院长陈冲在昨天 希望大家来共提时间 不过民众还是叫苦连天 美国联准会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 掀起了全球金融市场新一波的资金庆祝行情 但也让国际原油价格涨破每一桶100块钱美金 油价势力上涨 那电价呢 它的电价有一些调付 那个调付它分三阶段来涨 所以12月10号是第二阶段 就一次涨 你要嘛就分金 看要分一年一年涨 你不要说几个月来涨一次 那真的很讨人家业 先前电价调涨后 台电开始有盈余 但这波12月10号的电价是涨定了 陈冲为了安抚人行表示 过了夏季电价的高峰期 电价的价格没有民众想象的那么高 大家不用太担心 第二波在调的时候 大概会增加个四五十块这样 所以绝对比现在的 这个目前你付的电费 那个绝对金额一定是要低一点 我觉得很不合理 对 薪水不涨还要调降 然后那个瓦斯水电都涨了 万物起涨 但所得没增加 加上通膨压力 民众就算裤带勒得紧紧的 还是觉得日子很难撑下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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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